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款妆是适用于上班族的 特点就是妆面要干净明亮 眼妆部分也要尽可能的解化 首先我会用smashbox的primer oil用在眼睛周围 防止眼部的小细纹会出现卡粉的现象 然后用smashbox prime water作为整个面部的打底 接下来用遮瑕来做眼部的体量 最后我会用apro skin的气垫粉饼来完成底妆的部分 千万不要忘记脖子位置的粉底部分 一定要和面部的颜色同意 我们只需要用眉粉轻轻的画出眉形 然后用眉刷将眉粉运染开 我会选择粉状的阴影用刷子扫在鼻翼两侧和塞骨两侧 粉质的阴影的效果相对来说更自然 在日常妆中完全足够 顺便在眼睛部位轻轻扫上一层阴影 让眼睛部位看起来更加立体 眼影部分一定要记得选择哑光的眼影 我会选择两个一浅一深的颜色 浅丝的眼影涂在整个上眼皮部分 下眼皮部分只需要从眼尾涂到眼尾 经中部为止即可 然后深色的眼影涂在双眼皮的位置和眼尾部分就好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哑光质地的白色眼影 画在上眼皮的中间部位 做眼影的提亮 这款妆容我们不会选择假睫毛 所以在画睫毛膏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上两次 第一次完成以后 等两分钟 然后再用第二次 刷完第一遍睫毛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画眼线膏 然后用眼线膏画在睫毛根部 只要从睫毛的中间部分开始画就好 眼线膏画好 我们就开始画第二次睫毛 下睫毛一样也要刷两次 最后我们用YSL14号颜色的橙甲霜 来画腮红和嘴唇部分 面线膏画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